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就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亚琼夺得一枚混双冠军 除此之外呢 在女单、女双、男双和混双项目各得一同 尴尬地迎来参加市井赛36年以来 历史最差战绩 首先呢 在女单项目当中 已经连续六届无缘冠军 本届市井赛上 陈宇飞无疑是被寄予厚望的女队选手 这位1998年出生的浙江小将 本赛季表现出色 在市井赛前一共44场比赛当中 仅仅输掉了5场 还拿到了包括全英公开赛在内的4个冠军 作为市井赛夺冠的热门 陈宇飞此次的目标是确保4强出击金牌 此前呢 他在市井赛上的最好成绩 是2017年的4强 而在本届市井赛半决赛当中 陈宇飞遇到了苦主 印度名将辛度 两年前的格拉斯哥市井赛半决赛当中 后者曾两局横扫当时的9号种子陈宇飞 这交手记录来看呢 中国小将出于下风 两个人此前一共交手过8次 陈宇飞的战绩是3胜5负 而对手辛度呢 在本届市井赛状态出色 尤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他葬送了中国台北球后 戴姿影市井赛守冠的梦想 那么面对辛度 已经连打三场三局大战的陈宇飞 也是毫无招架之力 仅仅过了40分钟 国瑜女单一姐便以7比21 14比21败给对手 甚至在第一局最后 已经无力去接对手的回酬 市井赛女单是国瑜 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满额参赛名额的单项 由于卫冕冠军马林殷商退赛 蔡炎炎最终才得以参赛 随着陈宇飞的出局 中国女单全军覆没 更令人担忧的是 国瑜女单已经连续六届市井赛无援冠军 而在2013年之前的12年辉煌历史当中 曾拥有张宁谢信芳的国瑜 从未让是以金牌旁落 好了说完女单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吧 来到巴塞尔之前 国瑜就被伤病的阴影所笼罩 目前国瑜男单世界排名第三的十语旗 因为左脚脚踝严重扭伤而无缘参赛 这没了扛把子之后 国瑜男单的市井赛之路是荆棘重生 虽然此次拥有林丹和陈龙两位奥运冠军 但已经30家的两人在世锦赛舞台上 显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啊 放眼看去如今的世界男单赛场 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世界排名第一的陶田贤斗是25岁 前世锦赛冠军丹麦人安赛龙也是25岁 时宇奇才23 后而言之 本届世锦赛当我们的老将 不负当年之勇时 国瑜的其他年轻队员也没能顶上 替补时宇奇出征的黄宇祥遭遇一轮游 另一名小将陆光祖则在第二轮 与老大哥林丹一起出局了 此次国瑜男单无缘世锦赛四强 创造了24年来在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差战绩 此前从1983年开始 国瑜就参加世锦赛开始 中国队一共夺得了14枚男单金牌 除了男女单打的全军覆没之外 女双和男双两个双打项目也是相继失守 在羽毛球所有的五个项目当中 目前混双是最稳定的一个单项 虽然是史上最差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国瑜这几年 从秦皇不接到逐渐复苏所取得的进步 对 在今年3月的全英赛当中 陈宇飞帮助国瑜时隔5年拿到女单冠军 之后5月的苏迪漫杯 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小将 以弱胜强战胜日本队 实现了国瑜在这项赛事的第11冠 老将林丹也从未放弃 在4月进行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 林丹逆转陈龙夺冠 首获了自2017年马来西亚公开赛夺冠以来 两年里的第一个高级别巡回赛冠军 小将们并不是没有战胜强敌的实力 只是当下还需要更加的稳定 老将也不是没有回春的可能 也许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作为球迷 我们愿意等待 也无比相信国瑜会更好 国瑜加油 新闻继续 马上就要开学了 在这个暑假的最后日子里 我们干点啥好呢 干点啥 这除了学习最关键的 那就得是锻炼身体了 锻炼好身体才能学得更好 对呀 学个篮球啊足球羽毛球之类的 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都是很普遍的 可不 这玩的好的还能参加比赛呢 现在呢 2019全国篮球传统项目 学校女子组决赛正在盘景开赛 这些孩子们呢 都打得非常不错 反正个个都是比我强 我是很羡慕的 比我也强啊 谁说女子不如男 对不对 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经过7月份的预赛 8月25号 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主办的 2019全国篮球传统项目学校 女子组联赛决赛 在盘景市盘山县体育馆拉开展目 包括辽宁 北京广东等城市的16支球队 会是最终的决赛 参加此次决赛的这300多位选手 均为省级或国家级篮球项目传统学校 在2018年获得省级中学生篮球比赛前三名的球队 实力不俗 比赛的含金量十足 每年都在举办全国的重点的这种传统校的比赛 对我们女篮的将来的运动员的选拔和一些发展 还有一些梯队起到了一个扶持的作用 比赛中表现优秀的球员 还有机会进入专业队培养 本次比赛将在本月31号决出冠军 举办这样的赛事也激发了当地篮球迷的热情 这是我线首次承办的国家级比赛 通过承办这次比赛 会对我线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和青少年体育训练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打得还真不错 虽然咱球打不了这么好 但是咱可以换种别的运动方式运动运动 打不了篮球 咱可以打打乒乓球也行 反正适合自己就行 同时也希望这些孩子都打出好成绩 以后去大学里边参加比赛去 好了 说听下我们新闻继续 说就在8月23号晚上 粤文旗下品牌作家助手 在微博上发布了复告 网络文学著名作家 粤文大神作家 格子里的夜晚意外离世 愿天国无痛 时光之心涌在 而另一位叫分五妖姬的网文作家 也在微博透露消息 从警方处获悉 作家格子里的夜晚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但因独居家中 十天之后才被发现 分五妖姬还回忆了他与格子里初次见面的情形 说是在06年参加年会 说格子里的人和笔名一样 颇有小资的情商 就是他教会了我喝威士忌和用法压壶泡咖啡 也是一起热情如火地讨论小说的剧情 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伤感 这作家哈喊也在自己的微博里透露了自己的暢网和伤感的情绪 他说自己至今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 我们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格子里夜晚的作家 他的本名是叫刘家俊 上海人1980年出生 1999年的刘家俊凭借小说物理班 摘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 那一年和他一起获奖的还有韩寒 郭敬明是后来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的一等奖 这说起来这刘家俊还是郭敬明的师兄 物理班曾经被小说月报等刊物广泛的转载 后来刘家俊因为文学上的优势 免试职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学习 先后供置于萌芽上海一周文学报 为上海网络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2004年起他开始以笔名Absolute 在起点中文网发表作品 代表作有数字生命时光之心晚本之王等 其中数字生命一书是开创了数字生命分类 拥有了无数的粉丝人气特别高 他之后就更名为格子里的夜晚 有人称他为上海新大众文学的继承者之一 据业内相关人士透露 刘家俊一个人住在上海 这女友人在国外 家人也都不在本地 所以导致意外发生了整整十天之后 大家才发现悲剧的发生 其实过劳猝死意外离世 单身独居 每一个惊心动魄的字眼都狠狠地戳中了大家敏感的神经 也让无数的网络文学作者在震惊之余黯然神伤 有一位作者就感慨 就可能大众只看到了极少数金字塔尖的网络作家的风光 却忽视了最广大网络作者的坚持与辛苦 甚至是危险赚的都是辛苦钱 或者辛苦也赚不到钱 一声叹息 的确如此 其实从刘家俊的网名里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寂寞和辛苦 对于他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大概都是在创作当中度过的 过劳这多少也是心脏病的诱因之一 其实除了网络作家 还有很多的群体也都是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你比如说IT人士 甚至是医生这一行都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报道过 说曾经有医生在工作的时候 就因为劳累不幸猝死的悲剧事件 所以当我们经常念叨 最近好累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当成一句口头禅 一定要引起相当大的重视 没错 那可能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警告的信号 咱们可千万不能忽视 没错 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那一直以来 电子烟都是被视为危害较少的烟草替代品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 已经鉴定出193名严重肺病患者 可能是因为吸电子烟患病 并且其中一名患者在住院之后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全美22个州的193名严重肺病患者 患病原因可能和电子烟有关 这些患者住院治疗前 曾出现呼吸困难 呼吸急促 有时胸痛等症状 有些人还会呕吐 腹泻和感到疲劳 这些病例中一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成年患者 住院后于本月22号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在调查 具信与电子烟相关的肺部疾病集群 当地时间本月17号 他们报告的数据是在14个州 调查到了94个病例 短短一周时间 这一数字翻了一倍还多 很多人认为和传统相言相比 电子烟更安全 但事实上 电子烟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目前还没有把这些肺部疾病 和特定电子烟产品联系起来 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在分析 从全美各州收集的产品样本 鉴定可能诱发疾病的有害成分 针对这名死亡案例 美国电子烟协会复的人日前表示 相信这些疾病是由包含大麻和其他 合成成分的产品引起的 而不是尼古丁 美国有医学专家发现 即使是首次吸食电子烟 也会对心血管功能造成影响 短暂导致血流变慢 以及血氧量降低 长期使用的话 可能会演变成疾病 所以不要幻想电子烟能给你带来健康 唯一健康的方式就是戒烟 不再碰跟烟草有关的制品 才能彻底让身体摆脱烟草的危害 好了 我们接下来换个稍微轻松点的话题 好啊 说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火了 就是长安十二时辰 所以买会员的早看完大结局了 没买会员的这几天也是看的差不多了 这部剧的剧情咱先就不说了 好 光是其中的细节那就堪称一绝 对 比如说什么布警服装道具都是十分的考究 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那些传选着当年长安人生活点点滴滴滴的生活细节 那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说说看啊 比如说这个男主角张晓静 一唠嗑就爱嚼的这个薄荷叶 还有饭后张晓静把纸质的小吸管插进红通通的柿子里 眯着小眼睛自揉一口 自揉一口 那个陶醉啊 看着就像现代人这个饭后喝饮料似的 也不知道那个柿子是啥滋味的 你看你是不是out了 这个柿子不但千年前的大唐子民可以吃到 就算是在现在在今天依然还有 这个柿子就是西安特产火精柿子吗 这个呢是意料之中的 但凡某个影视作品火了 里边的一些东西就有可能会成为爆款 这想必热播网剧《长安十二时辰》 捧红了西安特产火精柿子 没错就是这样 但是一种尴尬也扑面而来了 怎么个事呢 咱们来详细说说 你听一下啊 雷佳音扮演的张晓静是作火了这个火精柿子 最近呢在某电商平台上也是火了一把 标着火精柿子的店铺 从前两年不到十家 蹭一下上涨到今年的几十家 据我过年经验 此间必定有诈呀 可不嘛 卖火精柿子的任先生说 火精柿子呢通常要到十月才能成熟的 许多店铺呢声称 他们可以直接发现货 所以这个现货明显是假的嘛 口感跟火精柿子差别 那是很大了 这是离鬼离魁难辩 真的假的难分 咱们来看看这个真火精柿子 它到底是个啥样 我们先来看张图 郑宗的火精柿子产地呢 是在陕西陵桶 距离秦水皇陵所在的离山不远 据说呢火精柿子的树那都是百年老树有十几米高 摘起来是相当费劲的 前两年呢火精柿子批发价才一块钱一斤 经济效益很低 没有的人成片种这个柿子 可现在一部电视剧彻底改变了火精柿子的命运 知情者说呢 网上许多卖火精柿子的店铺显示 发货地还不在陕西 而在陕西当地呢 柿子也不只是火精柿子这一种 这不仅让试图长线的外地观众朋友难以分辨 很多当地人也都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你看这就麻烦了对不对 这就是鱼目混珠以假论真的 消费者兴致勃勃吃到的 可不是电视剧同款 你说得多失望是吧 但是关键是消费者心理上受到欺骗了 感情上的伤害我觉得会更大一点吧 其实呢 这种现象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想当初这个红糖麻花的遭遇 也和这个火精柿子是如出一辙呀 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吧 因为网络大V的卖力宣传呢 浙江义乌红糖麻花成了网红小零食的爆款 这种啊原本完全依靠手工制作的传统食品 一下子吸引了许多大型制糖厂的魔法 他们用插了麦芽糖和白砂糖的红糖进行机器生产 跟手工古法熬出来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放在网上大家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 对啊 你看2018年底热播综艺节目 生入人心让红糖麻花又火了一把 那段时间靠手工制作的店铺 每天的销每天的销售量是以往的四五倍 发不出那么多的货 只能延迟三四天 客服每天是都在道歉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张秋铁锅 它是因为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热播 所以张秋铁锅瞬间就火爆了 订单激增啊 但是呢这个铁锅也是一锤子一锤子砸出来的 纯人工的 也是跟这个机器冲压的速度没法比啊 确实是不管是柿子麻花还是铁锅 他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谁真谁假 谁正宗谁冒牌那也不好说 因为没有标准没有依据嘛 所以也就很难维权 还真是 比如说你看这个火金柿子 是吧 谁也没有取得这个张标权 或者是这个原产地的使用标志 你说你家的正宗 我还说我家的纯粹呢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 在我国类似的土特产呢 地方小吃之类的 这是数不正确 我想以后呢 类似的现象可能还会重演 此题貌似无解啊 所以嘛 这也正是发人深省 引人思考的地方 希望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可以想出一个可行之策 也有助于管理部门制定规则 也有助于电商平台合理的引导 好了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目前 嫦娥四号收入器和玉图二号巡视器 再次通过越野低温考验 分别于八月二十五日八十十分和二十四日八十四十二分 自主唤醒 进入第九夜昼 着陆器和玉图二号搭载的科学仪器将陆续开机 按计划开展有效科学探测工作 说昨天南川至福林天然气管道乌江旋锁跨越主体工程完工 跨越全长467.8米 竹跨355米 载荷108.3吨 是目前我国跨度最大 载荷最重的天然气主干管道跨越工程 说昨天 今年第十一号台风白鹿 在福建省东山县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 中心最低气压 988百帕 台风白鹿给广东的水陆空交通带来影响 洁阳潮汕机场目前已取消22个航班 说近日 江青省文化和旅游厅 对全省71家高等级旅游景区进行暗访复核 根据有关规定和检查情况 决定对复核检查严重不达标的15家 4一级旅游景区 给予严重警告处理 这些旅游景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旅游景区管理服务水平尚待提高 导游数量普遍不足 专业技能和知识有待提高的 说南京中山植物园的王莲花近日盛开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摄 王莲的叶片是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 直径可达三米以上 花期只有短短的三天 说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 即第七届各书奥林匹克运动会 昨晚在天津体育馆隆重开幕 这是我国首次与全运会同城举办的残运会 即特奥会 会期为8月25日至9月1日 说中国男篮与巴西队25号在武汉举行第二场热身赛 与上场热身赛截然相反 前三节一直落后的中国男篮最后一节奋起反击 到最后一刻都有扳平机会 但最终70比73西败再赴巴西队 说24号在匈牙利赛格德举行的皮滑艇市井赛上 中国组合刘浩 王浩获得男子双人滑艇1000米冠军 收获了中国队在本届市井赛上的第二枚金牌 而在前一天 行松和李强将男子双人滑艇500米冠军收入囊中 这是中国皮滑艇队历史上的首枚市井赛金牌 说俄罗斯联盟MS-14飞船24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失败 搭乘飞船的太空机器人未能如期登上空间站 据介绍失败原因是空间站上的辅助对接设备发生故障 飞船将于明天尝试第二次对接 说当地时间25号 耶拉克北部打鼓隔阵的一座足球场24日晚 遭遇极端组织武装分子的火箭推进榴弹袭击 造成至少6人死亡 另有9人受伤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富宏之下 文化汇民广场演出系列活动将于本周六 8月31日晚在府顺劳动公园进行 文化汇民演出节目非常精彩 由我台联合辽宁演艺集团 通过组织我省演艺名家 并吸纳当地优秀的演艺人才 用歌舞诗词朗诵戏曲杂技魔术和小品 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歌祖国和我省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传递欢乐 8月31号晚府顺劳动公园 您可以约上家人朋友 一起到活动现场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的话 还可以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这今年惠民演出已经接近尾声了 余下机场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 敬请关注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交通广播等栏目 和公众号的报道 说天下我们继续来说新闻 说上周咱们就说过 南美那边现在是水深火热 因为有着地球之沸的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 本月遭遇了重大的火灾 这一烧就是快20天了 现如今这把大火依然还在烧 大火产生的烟雾笼罩了半个巴西 很多城市都被这股浓烟遮蔽了阳光 白天就像是夜晚一样 大片大片的雨林被烧成了平地 看上去犹如世界末日 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一些土著 面对家园被焚毁 也特别的无助 前两天呢 南美帕塔克斯土著部落的一名妇女呢 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就对着镜头哭泣 手指头指着身后在燃烧的雨林 痛斥有人在他们生活的雨林地区蓄意放火 非法砍伐土著林地用来养牛 来增加巴西的经济来源 这名土著女子说 说两年来 他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当 全部都复制一具 有人弄脏了河流 烧毁了他们的家当 这些罪行必须要让所有人知道 巴西政府的数据显示呢 巴西境内今年以来森林着火点 超过了七万五千处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85% 是2013年以来最高纪录 于半数着火点位位于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 全球森林面积的20% 每年4月到10月是亚马逊雨林的旱季 那么火灾长发是自然现象 只是按照一些环境保护人士的说法 说一些巴西农民得到了默许 在雨林砍伐并燃烧 清理出农牧业生产的土地 以提振经济 如果这一说法是成立的 那么今年的一场火情 那就是人为造成的 是完全没有办法原谅 巴西总统22号公开表示 火灾原因可能确实是非法砍伐 继而燃烧汁液引起 也算是公开了人文造成火灾的可能性 这个每年产生全球氧气20%的生命支援 就这么被我们人类自己给破坏了 如果这个影响继续扩大的话 后果那真是不堪设想 现如今最关键的就是赶紧灭火 目前巴西亚马逊地区 已经有六个州向军方发售请求 希望联邦军队协助当地灭火人员 开展灭火工作 火情严峻 希望当地能够重视起来吧 是啊 一场大火让亚马逊雨林遭遇了灭顶之灾 根据专家的介绍 就算火情消退 雨林想要恢复如初 也需要20到40年的时间 这还得是保证雨林 在不遭遇火灾的情况下 才能完成 可想而知 这场大火对生态的破坏是多么的巨大 救救我们自己吧 别再让地球之费继续恶化了 下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伊拉克 都说母爱伟大 伊拉克的一位年轻的母亲 就为了支付女儿的医药费 选择加入了排雷的团队 选择了一份充满危险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 照片上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带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的年轻的姑娘 叫做法迪亚穆拉德 24岁住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威省的新加尔镇 穆拉德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女儿 这个女儿患有严重的糖氏综合症和弱势 伊拉克重建未能推进 又缺少工作的机会 于是化学专业毕业的穆拉德 只能在经过短暂的培训之后 就走上了排雷的危险道路 靠排雷来赚取薪水 2014年8月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少数族群 雅兹敌人主要聚居的伊拉克 北部尼尼威省的新加尔镇 穆拉德的很多朋友被掳走 很多人被武装分子残忍杀害 穆拉德一家被迫逃难 2017年战事结束之后 留给当地民众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家园 而战事当中遗留下的炸物 成为难民安全有尊严返乡的阻碍 有返乡民众一进家门就遭遇到了爆炸 而在新加尔摩苏尔等收复区当中 这样的惨剧是多次上演 被炸毁的废区当中 也掩埋着不少的爆炸装置 出入这里的民众随时会面临危险 为了让难民安全返向 当地就在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支持下 组建了两支 分别由14名雅兹敌青年组成的排雷团队 那穆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对于这些加入排雷队伍的年轻人来说 每天的工作面对的都是未知的危险 在新加尔摩苏尔 穆拉德说危险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遵循安全准则 也采取了安全的防护措施 应该是问题不大 幸运的是工作几个月以来 排雷工作顺利有序 团队完成了新加尔镇周边三个村落的青雷工作 排雷团队在学校及附近区域 发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自制的各类爆炸装置 有自制的土炸弹 各式枪炮的弹头 携带炸弹的无人机部件 接下来伊拉克政府军会把爆炸装置收走并引爆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说 伊拉克是遭受战争 遗留爆炸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里遗留爆炸物的规模密度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这谈到未来 穆拉德说他希望能把稳定带回收复区 希望家乡回到从前的样子 让队员们深感欣慰的是 在新加尔周边村落清理完道路学校和房屋的爆炸物风险之后 许多家庭得以回归开始了重新工作 下面我们再来说孩子对母亲的爱 带大家伙去看一段舞蹈 先和大家伙打个预防针 这个舞蹈跳的是很业余 但是却被网友认为是最美的 咱们先去看上一小段 这段我为妈妈跳舞的视频呢 近日是刷爆了苏州医学界的朋友圈 短短几十秒的视频 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 视频发布之后短短的十五分钟 就获得了近千名好友的点赞 当天情况是这样的 病床上88岁的老母亲对儿子说 冬冬给我跳个舞吧 58岁的邓学东听了母亲的话 原地起舞旋转摇摆仰手 伴着时间都去哪了的背景音乐 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温情 你看他动作缓慢而轻柔 虽然没有章法 但是溢出了屏幕的温情啊 快要六十岁的儿子 跳舞给快要九十岁的妈妈看 就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 坐在病床上的老母亲 垢露着瘦小的身体 顾不上吃面前的饭菜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跳舞的男子 甚至激动地往前探了探身子 这个时候跳舞的男子 跳得就更加卖力了 舞蹈动作的幅度呢 也都更大了一点 拍视频的女子都忍不住提醒 当心了老骨头一把了 这跳完儿子呢 还上前抱着88岁老母亲的头 抚摸了一圈 此刻超声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等等头衔都在脑后 站在老母亲病床之前 他只有儿子就一个身份 对了 我们还没给大伙介绍 这个跳舞者的身份呢 这个翩然起舞的男子呢 就是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苏州医院超声中心主任 邓学东 今年58周岁了 1984年邓学东从南京医学院毕业 从事外科医生工作 但因为超声科医生的短缺呢 1990年邓学东就开始从事超声科工作 目前呢 邓学东不单单是超声中心的主任 也是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专业博士生导师 担任国家卫健委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 ISUOG中国分会专家组成员 尽管拥有很多的头衔和成就 但是邓学东却表示 在母亲的眼里 我永远只是儿子 在工作当中 我只是最普通的白衣战士 邓学东告诉记者 他的母亲今年88周岁了 他说呢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28岁的时候 她卸掉肺的幼液 后来做了胆囊手术 还中过风 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就开了六七刀 但是我的妈妈真的很坚强 邓学东的父亲于去年过世 如今母亲身体欠家 意识时而清醒 时而迷糊 生活难以自理 主要生活呢 在护理院 一有空 邓学东就会和妻子一块去看望母亲 给他唱唱歌 跳跳舞 邓学东说 你叫一声吗 他一回 回一声 哎 东东 你来了 我就很开心了 但是如果你叫了一声吗 却没有人回应 那就太令人难受了 即便邓学东呢 是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但是在母亲面前 他仍是母亲的孩子 和所有的人一样 想要母亲开心 想让母亲长寿 邓学东说 我时常呢 会和母亲 有些亲密的小动作 比如说摸摸他的头啊 揉揉他的脸 他都会十分的开心 一段业余 却最美的舞蹈 触动了我们内心 最柔软的部分 真心的祝愿 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健康长寿 今天关于健康这个话题 我们强调了很多遍了 我们再来说一位 励志的老奶奶吧 来给大伙介绍一位奶奶 来自澳洲63岁的莱斯利 如果准确的要介绍她 我觉得应该把她叫做 网红健身达人 没错 63岁的莱斯利 因为经常在社交平台 分享健身视频和照片 是小有名气 一身结实的肌肉 和健庶的身形 让许多男士都自叹不如 莱斯利呢 现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奶奶了 不同于很多年过半百的人 莱斯利形式作风 很大胆 也很开明 尽管有了一定的岁数 不过还是非常喜欢大秀身材的 身穿比基尼 那是几乎看不到一点的坠肉 她的腹肌和三维 我也确实是很羡慕 虽说这个皮肤稍微有些松弛 但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莱斯利已经是保养得非常好 那可不嘛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莱斯利年龄大了 做运动都是徒劳的 搞不好还会伤筋动骨 那倒不如到处游玩 吃吃喝喝的 但是莱斯利呢 敢于挑战自己 给很多想要去追梦 但是不愿意付出行动的年轻人 也做了一个好榜样 而且呢 健身人家不是练着玩玩的 莱斯利在48岁的时候 才开始成为一名健身教练 49岁就获得了第一面健美比赛奖牌 如今呢 已经赢得超过30座奖杯了 有人就问莱斯利了 说为什么到了中年才开始踏入健身界呢 莱斯利说兴趣爱好是主要的原因 而且健身在加强体魄的同时呢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是吧 这话不假啊 你说人家已经63岁了 这看着哪像啊 对不对 一点都不像 最开始呢 莱斯利的妈妈一直觉得她健身过度了 那用她的审美来看 男生可能都不太喜欢满身肌肉的女生 反而喜欢娇滴滴的 但莱斯利不这么觉得 她觉得健康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的确 现在呢 很多人的审美啊 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从以前的以瘦为美 到盲目崇尚病态瘦 如今终于认识到健康美 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目标 没错 而且我觉得年龄也不是健身的障碍 很多人都是人到中年 发现自己身体发福了 精神懒散了 甚至出现健康危机 这才开始重视健身 甚至把自己变成健身达人 所以浩哥 你看你这么年轻 千万不要放弃哈 该练就得练起来嘛 不光是为了减肥 也为了健康 我一合计啊 你就得拐到我这 不过呢 这个建议 我接受 为了健康 咱也得管住嘴 卖开腿 对吧 今天晚上就行动起来 加油哈 生命在于运动呢 其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老年健身达人 都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用行动 在告诉大家 什么是生命在于运动 那还等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唱说天下 就叫大家呢 一起去感受一下 大爷大妈们的 健身也疯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伙是不是都坐不住了 八九十岁的大爷们 这也太厉害了吧 没错 这些老年人健身的年头 那都可是不短的 都是十几年了 二十多年 甚至是六七十岁 才开始健身 想想我们到了 他们这个年纪 不知道还能不能 有人家这份经济神 当然了 老年人健身呢 还是要注意要领的 老年人呢 在健身当中 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各个关节的保护 这骨骼钙化 骨质疏松 会导致骨折 所以呢 老年的运动 一定要以基础训练为主 越简单越好 散步快走 都是很好的 有氧运动 佩戴运动装备 脚踝膝盖 都要有适度的保护才行 无氧训练呢 以力量训练为主 一定要注意动作要慢 做好控制收缩 动作越慢 肌肉工作量就越大 同时呢 神经末梢 也能够得到足够的训练 长期坚持的话 对老年痴呆和身体僵硬 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咱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即使呢不能变成达人 咱们也要做到 多运动 均衡饮食 健健康康的 活到老 嗯 深天下 我们继续来说新闻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说新记录 截止8月23号呢 电影哪吒之魔童将士 累计票房突破了43.1亿 根据最新的汇率计算呢 这个成绩是超越了 超人总动员2 保持的6.08亿美元的 全球单一市场 动画电影票房记录 同时呢 哪吒已经连续28天 保持日贯的成绩了 追凭桌妖季创造的 2011年以来 连续日贯天数记录 目前呢 哪吒已经升至 内地影史票房榜第三名 距离第二名流浪地球 46.54亿的成绩 还有一定的距离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 来自哪吒海外发行方 哪吒海外发行 首战告捷 8月23号 哪吒登陆澳大利亚 上映首日引爆当地票房 创澳大利亚近十年 华语电影开化最高票房记录 哪吒在澳大利亚上映 引发了观众的好评 比如说有的观众就表示说 搞笑是师傅给的 眼泪啊 我万万没想到 是父爱如山的哪吒爸爸给的 场面超级爆超级燃 扎尔和敖饼对峙的时候 那简直是帅爆了 全场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 都被我扎尔震撼到了 全场一起笑一起哭 在异国他乡 这种感觉超棒的 这样这样这样啊 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 咱们来看一看哪吒的电影片段 来 这种结果当初也不是没想过 多经历 可能这就是扎尔的灭吧 自己没自己靠 不理了别人 何诈 就是魔王 这是魔王转 是个咬的灭火用 全一盆天才压制住 他的火星 我失了天节咒 天文下的催毁 姐 你呢 谢谢你 我能做的 天文下的灭火 你不然还是天神 他倒不是个死 他想把程寒光光回来了 我能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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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那电影《哪吒之魔童将士》 官方微博已经正式宣布 8月29日在新西兰上映 北美8月29日 IMAX3D版上映 9月6日全面上映 嗯 虽然随着本周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的正式上映呢 哪吒统领市场的局面宣告结束 但是呢毕竟影片还在上映嘛 也就是说它的票房记录还没有定格哦 想想这部国产动画片刚上映的时候 就引起了热议 中国内地的动画电影票房榜 多年来一直都被好莱坞动画占据着 4年前 《虚游记》之《大胜归来》曾经一度成功突围 拿下过一次冠军宝座 但很快呢又被《功夫群毛3》 《神头奶爸3》 《虚梦还游记》 《疯狂动物城》超越 直到哪吒来了 才再扬眉吐气了一把 嗯 我记得当时就有网友很期待的说 哪吒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 但是它是《大胜归来》之后呢 国曼大荧幕上又一次飞跃 必定会成为国曼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也希望我能作为观众来见证国曼能够越来越好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国产电影的影迷们的新生 《腐顺》是我国著名的梅都 是一座拥有百年工业文明的工业城市 同时腐顺又是雷锋精神发祥地 雷锋精神滋养和激励者在座雷锋城 嗯 今天的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特别报道行进辽宁 我们一起来看俯顺新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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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这座雷锋像是用西路天矿 可以说是驱动着共和国工业的第一段行程 因为这里产制的煤炭煉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吨缸和第一吨铝 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站在这个地理坐标的最低点 回望这些第一 我们看到的是这座城市为新中国贡献的一座座高峰 我手上这座雷锋像是用西路天矿产出的煤金雕刻而成的 如果说西路天矿是辅顺宏弘大工艺的米的物证 那么雷锋精神则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辅顺的雷锋纪念馆是新中国第一家雷锋纪念馆 雷锋在辅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零四个月 从这里诞生并传播出去的雷锋精神 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正如西总书记所说 雷锋是时代楷模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福顺这座永不停步的城市 从未沉沉于过去的辉煌 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 在过去的13年里 福顺全力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 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15.32万户 这个充满温暖的重大民生工程 不仅改变了全市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居住条件 也让人们满怀激情投入到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 在福顺石化呢 石蜡的出口有着65年的历史 全世界每7支蜡烛就有一支来自这里 而全国每3支蜡烛同样有一支来自这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蜡生产基地之一呢 这里的石蜡产品已经全部达到了食品级的标准 有着91年历史的福顺石化 是我国炼油工业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造石油产量曾达到全国的80% 2004年 福顺石化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开工建设 这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标志性工程 就是今天福顺石化的龙头企业西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福顺石化西厅厂的高密度巨烟车间 我手里的这一捧晶莹剔透的小颗粒呢 就是这个车间刚刚生产出来的产品 你可能会问啊 这个小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塑料饮料瓶瓶盖的生产原料 您别看它小 但它确实是一个高精尖的产品 此前呢这一市场一直被国外所垄断 上这个80万吨乙烯呢 也就根本上改变了福顺石化的这个产业结构 2015年到2018年四年间 锡丁厂累计突破利润90亿元 据乙烯瓶盖料等多个拳头产品 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如今福顺石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老基地 亚洲最大的表面活性剂基地 全国最大的贵金属催化剂生产基地 《红河谱》 看到它了吗 一会儿我就要登上它 带您飞过红河谷 你好 咱们今天地高要飞到多少米 一天堆的话 三大银以上是在红河 在我下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漂流的红河 现在呢 仍然有很多游客在下面漂流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了新开通的空中航线 红河谷景区还修现了沿河越野体验道 然后 开着车追着湍急的河水真的太刺激了 其实我们今天所体验的这个体验道呢 其实是有故事的 在几年之前呢 这里经历一场特别大的泥石流 当时是把整个河道都给冲回了 景区呢也是就地取材因地质疑 将挖出来的沙石呢 突就成了今天的陆基 日益升级的旅游产品 不断刷新着景区热度 利用大数据分析 实现的标准化智能化管理 也在不断提升着游客的旅游体验 1.5分钟必须重返一条船 检票杂机那块每5秒钟近一个人 每小时我可以让1万名游客 从检票开始坐上我们的船下去漂流 运营16年来 铜汇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达400万人次 这个紧跟时代脚步精心培育出的生态旅游品牌 振兴的一方经济也代付了一方百姓 从今的梅都只是向下要发展 如今三面环绕的袖水青山穿成而过的浑河 齐厉的大火防水库都被浮顺揽入怀中 雕琢成这座城市拉铁不尽 活力无限的生态资源 壮丽70年数字看发展 1952年浦顺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3.1亿元 到2018年达到1048.8亿元 公路预算收入由1952年的1736万元 提升至2018年的89.4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1.1亿元 攀升至2018年的627.6亿元 守住绿水青山2018年 辅旋大火防一二级保护区工业企业和养殖厂全部关闭 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 好说天下我们新闻来继续 下面的新闻很让我们暖心哈 一直以来呢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作为弱势群体 备受大家的关注和关爱 25号下午加爱公益在沈阳举办第六届慈善拍卖会 那么此次拍卖会呢由辽内省慈善总会和加爱公益主办 所拍得的项款将全部用于资助省内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 今年是加爱公益组织的第六届加爱慈善拍卖会 拍卖会上一共净拍了30余件藏品 本次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中来 关爱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 拍卖会上来自辽宁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唐宝宝们 和建昌县的小朋友们作为受资助代表也参与了活动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们一共组织了五次的慈善拍卖会 一共筹集了上款是100多万余元 那这些钱我们一方面呢是用于辽内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残疾儿童家庭 为他们进行长期的资助 另一方面呢我们是给省内来自比如说建昌 凌云卡佐这些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家庭来资助他们去上学 从2014年2月开始 加爱公益每月向康复中心残疾儿童贫困家庭 给予500至1000元的长期资助 到目前为止他们每月资助的残疾儿童家庭数量已经达到31户 从2018年10月17号 加爱公益先后走访了省内的建昌 临海隋中宽店义县等几个地区的200户贫困家庭 本次拍卖会所筹得上款也将用于资助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 嗯昨天的这场慈善拍卖呢也吸引了不少的爱心人士 还有很多人是带着孩子去的 让小朋友也在活动当中感知公益 学会关爱他人传递爱心 没错在给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同时 还为孩子上好爱的第一课 嗯这样的活动有爱又有意义啊 好了接下来是新闻速读120秒 说贝克汉姆一家无疑令人羡慕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人丁清旺 每每出街总是好好荡荡 不予关注都难 近期贝克汉姆一家在意大利享受生活 她时不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美食美景蓝天白云 不过看了贝克汉姆拍的美食 有网友吐槽就是这个 咋看起来毫无实力呢 嗨小编只想弱弱的提醒 你以为明星都跟你一样大吃大喝保持身材吗 说近日国民奶堂大白兔对彩妆市场下手 七位图书馆和大白兔联名推出的香氛系列产品正式上线 大白兔气味的香水 乌鱼露身体乳润唇膏五花八门 想不到吧 国民奶堂大白兔的跨界之路是越走越广 上线半天销量破万 大白兔以网红之姿再次证明了秦怀牌的作用 大白兔当我们在提起这个品牌的时候 还真得想一想是哪个味道了 说国宝大熊猫一直都是所有人心中的宠儿 是不是他已经发现自己是国宝了 最近网络上有人发出了一张照片 将熊猫的黑白颜色互换 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天呐 熊猫瞬间失去了黑眼圈 有网友说 这熊猫简直就像是一个戴着头套的小偷 哎 爱恨就在一瞬间 还是吃根竹子压压惊吧 说这是狗还是羊 越来越多宠物主人们喜欢标新的衣 要造型 只可苦的这些宠物宝宝们 看看这只狗娃 不但要忍受几个小时的美容折磨 还要有时纠结自己的类别 哎 狗宝宝 咱这一段还是少照镜子吧 说天下天下先 说天下天下先 在最近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团队宣布 说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呢 可以实时测量人体流汗量的可穿戴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呢 不仅可以跟踪汗液在微型管当中的移动速度 从而计算出汗液的分泌量 还可以监测汗液当中的绿化钠绿化钾和葡萄糖 这些代谢物的浓度 研究人员计划呢 在人体的不同部位使用这个传感器 通过局部出汗的数据 去估算统计全身的液体流失情况 嗯 虽然这个可穿戴的汗液测量设备 还只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初步构想 嗯 但这也预示着可穿戴设备在未来的趋势 不必刺破皮肤 不用流血 可量产成本还低 好 说天下全部到最后呢 咱们来听首歌 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 我是看风景的人 转一圈 尖线外线 尖天外天 天地间 我牵挂的是那一眼 那一圈 破墨六百的三尘港 千百遍 我在心里默念 去 Massey 人都会 товido 而自己虽然 全是但不忍呢 被解放弄了 在我心里的 гор了 高ri 分 and 尖优连 建静心里默念 notified 你们明天 你遍 你们为何监 即使我 回回地过田园